全面屏一加5T叠照首个光 屏占底夸张 今年6月份一加发布了一加5手机 一加虽然在国内是个小众品牌 但是却受到了国外用户的追捧 目前一加在各个平台上 在各个平台上基本上都处于断货的状态 去年一加3和一加3T的发布时间 间隔大概是5个月左右 如果今年一加有新闻手机的话 那么一发布的日期就不远了 按照今年全域屏的大趋势 一加的新闻手机多半会是全域屏手机 目前国外著名手机爆料网站 曝光了被称为一加5T的选择图 这玩手机正面采用了 类似于三星S8的全式曲面设计 使用的是圆角显示屏 在手机四周也有最大幅度的2.5G玻璃设计 相较于一加5幅度更大 或许是保证了全面屏手机的手感 背部设计目前就不知晓了 估计会搭载双市场头 不过指约识别是否在背部或者直接放 转而采用面部识别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综合此前消息一加新闻会配备6英寸的2K屏 屏面率有可能达到2880×1440屏面率 屏幕比例为18比9 配置方面有6JB或8JB两个运行版本 其输入空间 专别是64JB或128JB 4000毫安时电脑电池配上安卓8.0的定制系统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